我们出行的时候都会佩戴这个 就是防止 防止你可能就是受伤啊 没办法走啦 然后这个就是会提醒同伴说 有人受伤了 今天是一句小红杰 买了小红杰 也开放给附近的优地团 以及电风民众参观 希望透过这些选择活动 可以让大家设置小红设备 以及资格的方式 利用这个时间 来做一些救护 跟防灾宣导 希望能够提高 我们民众的防灾意识 减少我们那个意外灾害的发生 跟损失 一套早有地方的小朋友 就来到小红队参观 除了对小红 有进一步设施 也做体验 希望让他们资设备 就建立尽快防灾观念 来介绍我们CPR跟AED 以及急救的尝试 并且介绍我们消防队的一些 个人的装备跟器材 要让小朋友认识 那个消防队 火灾的时候要如何应对 然后认识一些消防器材的东西 然后并让幼儿知道说 消防队的号码是几号 救人的那个知识 那我们压的位置就是压在这里 胸口有没有看到 压 这样一下两下 今天来中间四十几个月的日董 对部分日董来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做小红 但他们能压得到一些T恤 压压三十下 自己压三十二下 还有呢 要等到压到救车来才行 去到什么 救人 怎么救 压箱口 而各位就要过年就 买了小红对要提起民众 过年期间要注意用会 一定是小红的安全 他们吃新的这年的东西 要当平平安安过好年 既这国用品彩虹不得